字幕志愿者 & 文靡 Hello大家好我是Jimpy 这条影片会讲我参加第十一季的试玩活动内容 还有在活动中官方说的内部资料 多谢EA这次邀请 这里会为大家确认所有第十一季内容 还有最最最重要的消息 官方正式说要改善侍服器的连线问题 這次的影片的資料終於不用聲明 爽啊 現在就直接跟大家確認所有第11季的資料 首先就是新槍Car SMG 之前的流出絕對是真的 Car SMG用兩種彈藥 射速應該是第二塊的衝鋒槍 沒有彈夾20發最大27發 重點就是彈夾用輕還是重都可以 用紫輕狂換重彈都是會有27發 Car的傷害都很可觀 射身體一發13 20發一聲就射完 所以射得準會有類似R99秒殺敵人那種爽快的感覺 當然腰射都如上座一樣準確 然後就是空頭槍由G7取代三重擊 G7現在自帶雙擊版機 就是開槍會變成連射兩發的配件 自帶24鏡和100發子彈 爆頭一槍63 所以雙擊啟用的話 1秒內4槍爆頭連紅甲都不夠秒殺 絕對不弱 放在空頭也很合理 三重擊換出來用能量彈 所以可以裝備能量礦 因為射手武器只能裝備2-4倍鏡 不能裝追鏡 但會玩的當然是用散彈才爽 最後還有一個新的配件 3030和Mastiff都可以用 裝備之後換彈一下會補充兩發 會大大提高這兩支槍的實用性 這裡就要開始說重點 華森的BUFF和LSTAR EVA 8的NERV 這三個玩家已經等了一整季的內容 終於在第11季推出 華森Q技大BUFF 冷卻時間減少一半 方之距離增加50% 另外大大減少了放Q的時候 對華森移動速度的減慢 簡單來說就是戰鬥中放Q完全是好行的 敵人通過電網的傷害由15-20 而且緩慢的持續時間增加了很多 大技也算是一個非常好的BUFF 本來大技有時間限制 下面的血條會隨著時間流逝慢慢減少 更新之後血條就變成了電量 電量就是護甲減少了在旁邊會充電的一個 現在回電就會減電量 電用完就會自己爆掉 但重點就是補甲的速度 根據開發者所說直接加了2倍以上 所以大技現在可以用來應急補電用 情況就例如自己整隊被敵人的手榴彈炸到 立刻入房開大全隊快速回電 唯一都不知道算不算是缺點的就是 不能夠再同時放多於一個 反正本來都應該沒有人會放幾個大 開發者相信這個會大大提升華森的可用性 和好玩的程度 然後就是Evide的射速 官方說是會減到第八季之前的射速 也就是之前最慢的射速 但我在試玩中好像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不是很肯定 但他講的可以在這裡給大家聽一聽 The highly popular EVA 8 will be getting nerfed We're reverting the fire rate to preseason 8 values which on paper makes this the weakest EVA yet 不知道是他們有這個打算 但還沒實裝還是我沒感覺到 然後就是L-Star的nerf 減一滴傷害的同時增加了散射 最重點可以沒什麼人說的是 L-Star射得越久子彈的大小會越小 這樣會改善很多L-Star過強的問題 因為本來L-Star就是勁在子彈特別大 特別容易打中 關於Edge的內容反而沒什麼好說 之前的流出都看了他整套技能的運作 反正我自己玩下去一定是好玩和好帥 強度上我覺得就有待調整 不過大家都早已明白新英雄推出的情況 先做到比較強去吸引玩家 再輕輕一nerf減一減強度 然後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地圖內容 新地圖會是APEX現時為止最大的地圖 特別的地方就是可以用人形大炮和三叉擊快速移動 另外野生敵人有蜘蛛和野獸 他們不像世界邊緣尋犬試鏈般抽離 而在編補整個地圖成為主要遊戲元素的一部分 野生敵人的巢穴不受到攻擊不會自己出來 重點就是攻擊他們的部分傷害會計算到在順化甲上 可以用他們來升甲 殺了他們會根據你的武器給你配件的星級或子彈 將整區的巢穴清晰還能夠拿到大量的合成材料 所以他們絕對不是一些無聊的元素 反而會是前期中期重要的物資來源 但你在清怪的時候被人偷打 就會有被野怪黃雀的那種感覺 現在就是最重要的內容 伺服器問題 這個內容沒有在任何地方放出 是在官方介紹第11季內容的時候跟各位說的 以下是他們說的話 目前我們其實指出會有關司 前面的有一稱之類不想提示 是我們的承 pH 我們多邊保育 2015 的反途正通常 familiar 會使我們可以寫 eco 發生出來的一方式 對可以想有很多 활동的 在另外一個 continental 以上會議 冒花 向我們也選出 看到 我們聯絡 以 去進行新的方法 讓我們能夠改善後面的 一個技術的現場像APEX 需要少量度 我們聽到你和社群 而我們在努力地處理這些軟件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在說 他們絕對知道連絲問題是APEX的一大問題 官方決定要花更多的資源下去 嘗試解決不同地區可能遇上的延遲 確切做的是增加伺服器相關的團隊 還有研發新的方法去找出可能潛在的連絲問題 他們肯定說有聽到玩家和社群對伺服器的意見 會繼續努力改善 所以是不是代表下一季推出的時候不會炸伺服器呢? 不一定 不過他們確切又在做事 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如果不是一直罵官方沒做事都對他們不公平 最後獎勵各位看到這裡的朋友 給你們一個最重要的第11季資訊 官方說Ash的老鼠沒名的 以上就是第11季解禁的資訊 今次EA繼續贊助APEX的抽獎 抽獎方法在字頂留言 所以記得訂閱和讚好影片 還有去留言區讚好留言了 先說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那麼拜拜 訂閱 訂閱 起來 合唱 留言 字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